大家好,感谢最近因为我剖的影片关于戴口罩的 很多人来留言跟支持 可是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说的事情 是比较serious的,比较严肃的 因为刚刚我带我的老婆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是差一点被后面的卡车撞 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时间是宝贵的 我们身边的人要好好的顾 然后不要把你的时间当作是离收 当然,尤其是你在卡车高速公路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大家都想要听一点音乐 或是放一些YouTube 可是如果你没有再专心的话 有可能你今天不是在听这个话题 所以各位,我先播影片给你们看 还好好像没有人受伤了 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 等你们看完影片 如果你不想看 我建议现在停掉 但是没有人受伤了 以我所知道没有人受伤了 想看下去,我后面会解释 前面是已经有事故了 所以我已经是慢下来 应该是黄色的卡车开的最外面的那一道 是要去把前面的车子处理掉 因为它开得太快 然后失控 所以它就滑过去 还好我听到这个声音 我一直想办法前进前进 然后你们看到它应该是 就是快要撞到我们车的后面 一旦我听到这个Q的声音 我就看我的后视镜 我就看到 这个车子好像快要把我们撞 赶快想个办法往前开 可是也是刚好车子都挡住 我觉得我跟我老婆能够是没事的 然后后面的人也没事 算是就说 虽然我不相信运气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 重点是这样子 我非常的感谢我们台湾的司机 开卡车的跟大巴士的师傅们 很辛苦 但是请你们记得 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 居然你开了这么大的车子 这个车子就是一个武器 这个车子如果你一旦不专心 或是一旦不小心 这个会变成说 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人生 不是在好的方向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多注意路的安全 注意你身边的人 然后不要因为觉得 反正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不要有这个想法 任何的时候事情可以发生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 一个快乐的心态 但是也是要小心 避免一些不必发生的事情 好 谢谢各位 祝全台湾全世界安全 大家快乐 然后希望这个新的年会过得更顺利 又一次跟大家很感谢你们最近给我的支持 我没有想到就PO一个很白痴的影片 就突然很多人就好像蛮喜欢 最近又会有一些好笑的出来 撇开这个演出的话题外 那未来我应该偶尔也是会 拋待一些关于我针对人生的态度跟哲学 或是修行的观念 所以的确也是会有一些 serious的一些严肃的题目出来 毕竟我的歌星是一般serious 一般像我猜的时候就是白痴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看 希望大家平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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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